考演例时间到 我手中这是一个中华民国22年的传扬 正面是孙春山先生头像 背面是帆船 然后是他的币值一元 在收藏市场上面 我们把这种姻缘简称为传扬 传扬在收藏市场上面 比较常见的是三个年份 一个是21年三鸟板 一个是我手中的这种22年 再就是23年 这三个年份价值最高的是21年三鸟板 现在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几万一个 其次是我手里面的这种22年的传扬 22年的传扬 如果是没有戳技 没有明显的划伤划痕 再就是编到没有磕碰的话 这种好品在收藏市场上面 至少都是两三千一个 价值相对低一点的是23年的传扬 目前一般品通货 在收藏市场上面 基本上只有1000左右 那么我手里面的这个22年的传扬 是一个朋友花了1000块钱 在收藏市场买到的 他买到之后 有朋友说真 有朋友说假 他自己对这个传扬的真假也不确定 那么大家一起来鉴定一下 因为花了1000块钱买到的这个22年的传扬 像这种知口品相的肯定是简陋了 按现在的市场价格 如果这个是真品的话 至少价值都是2000多 判断因为传扬的真假 主要就是看他的正反面的打字压力 是不是很足 再就是看一下他的文字 包括就是图案 是不是和真品一致 第三个我们要重点看一看 他的这种鞭齿 是不是压力很足 然后有变化 是不是符合22年传扬 他的鞭齿的一个铸造风格 第四个我们要看一看 他的银色 还有就是包浆流通磨损的痕迹 银色正不正 这枚他是没有包浆的 最后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 大家对这枚传扬的真假 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答案了 都可以把意见发到评论期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过几天为大家揭晓答案 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华峰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 关注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